我是Tony,欢迎大家点赞分享我们的频道 Hello,大家好,我欢迎逊本Tony 今天我来到龙江的平底片区 介绍一个楼盘,深圳的楼盘 这是平底,不是平山 这个楼盘有商业,有地铁 而且年底的地铁就快通了 而且总价是136万 听清楚,136万买两房纯住宅 165万买到三房 首期只需要两成,二十几万就可以上车 走,跟着镜头走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创城云朴的交通区位 其实相信很多香港朋友 不是很熟悉创城地产发展商 其实它在深圳龙江平底 已经之前打造了两个楼盘 一个移城风景,另外一个叫丁山河畔 已经提早了交户 交户的口碑都不错 另外我就介绍一下这个楼盘的交通 在这个楼盘的300米步行的距离 有一个叫三号线的复平站 这个复平站是三号线的延长线 这个延长线就是双龙去到复平 若摩是五个站,其实是非常方便 将来地铁通车之后 乘搭三号线就可以回到大运 可以转成十四号线 半小时就可以去到福田中心 或者三号线去到罗湖 都可以在老街转车 差不多一小时都可以回到罗湖 除了这个三号线的延长线之外 它还有一条21号快速线的停地站 这个是规划中的 我顺便都提一提 建成了之后 变成出行更加自由方便 可以快速到达南三、前海 去享受到一小时的都市生活圈 还有一条城鬼线 这条城鬼线已经开工了 动了工了 叫做森卫城制轨道线 再建中 预计2026年就会开通 未来都可以一站到龙城 两站到大运 七站就可以去到南三 可以打通了西丽的高铁枢楼 也可以去到深圳北的高铁枢楼站 其实交通都非常方便和丰富 虽然这个板块是属于平地 即是龙江的平地 可能说过少少就会去到惠州 其实这里去到惠州 差不多都六七公里 我们都是十二十说 接着我会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商业 这个商业其实是两公里范围之内 有Walkmark大型超市 也有创成自己打造的标杆商业体 有一个创成的二成部分 是广场的 还有一个创成的CC1 它原本的楼盘 楼下都会有底商的 说到这个商业 它附近 即是产业 不好意思 说回产业 它附近会有一个深圳国际低碳城 规划都53平方公里 定位就是国际化的绿色低碳示范区 已经有三百多间的企业进驻了 都是以中高新技术企业为主 未来都会有些中高端的人财 都会转向这一边 介绍一下附近有没有公园 其实在楼盘门口 已经有一个平地公园 另外在医疗方面 一公里范围内 有一个龙江区的第六人民医院 五公里内 就可以去到龙江区的三格龙江中心医院 有两个医院 都会在这一头居住的人保驾护航 区位呢 其实我就先介绍这里 接着我先介绍一下沙盘 我们介绍完区位之后 我们过来沙盘又看一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叫做创城云扑 其实它是八栋住宅楼 加一栋公寓楼组成的 这个地块就分为两个地块 这个地块四栋楼已经卖光了 我们现在主推是一栋一单元 和一栋二单元三单元 这栋是公租楼来的 就不卖的 总之是这栋不卖 我们最重要先知道 楼下我们看到 它将来都会有一个商场 综合商业体组成的 那这边呢 你看看这边呢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个项目二百 二百至三百米呢 就有一个地铁站 叫做库平站 那年尾都会通车的了 这个是真真实实的 年尾都会通车的了 那我们另外看到这一边呢 就是再建中的学校 那这边就是平地公园来的 那平时可以下楼上一步 都可以过来这一边玩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空中花园的 那它抬高了的 那里面呢 有园林呢 也都会有这个泳池的 也都会有泳池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呢 就在售的 六十九方 八十四方 八十九方 这一单元 三单元 二单元 一二三 那这三个户型呢 都在卖的 四十九六至两万元的单价 是的 那这个价钱是非常吸引的 但是呢 它的流动层数呢 就有要求的 差不多四十楼以上 才可以做到这个价 其他这个楼层呢 就做不到这个价 记住啊 四十楼以上 它总共是五十层的 超高层明的 那事不宜迟 那接着我去看一看示范单位 那我现在来到这个实体板房的 那我们看看它包装修呢 是加副标准有些什么呢 那两房两厅的格局 那我过来看看 那我其实呢 我之前都问了销售呢 这个项目 可以说是 可能是深圳目前最便宜的一个项目来的 单价1.96万 差不多两万元都不用 可以买到深圳地铁 有地铁有商业的项目 那现在看楼 第一个是六十九方的 那其实它六十九方的厨房呢 其实都一些 我看一些都不小的 分分钟大过其他楼盘的 八十多方的厨房 那这边呢 单门冰柜 双门冰柜就差一点点了 那这些全部都是家标来的 那些柜全部都帮你做好 那这个星盘其实都不差 这边做头 那三件套也是有的 那钓柜都会做给你 那这边是名窗 名窗设计 虽然这边好像彩光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 类似是天井那些位置 那这边传统的布局 这边是餐厅 放一张长方言的路人桌 那这是客厅来的 六十九方 其实一点都不小 我自己觉得一点都不小 这个开间我估计就三米三至三米四了 那其实在凍宫的 比较吵一点点 那两间房 我们先看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 那我们所见都是家标来的 镜柜 对啊 升盘啊 马桶啊 那这个飘窗 这个飘窗不可以搬出去的 那未来也要保留 那这边也有一个名窗设计 都是类似天井 彩光是差一点的 那未来 这里整一堂肉链 整一堂肉链 两房的间隔 这个洗手间 OK的 第一间客房 那彩光面呢 其实一点都不差的 那我们看回这间是客房来的 虽然不是很大 那其实两房的单位 通常都是两夫妻住的 最多加上一个小朋友 那小朋友这边 整个儿童房 或者是两夫妻没有小朋友 就整个宅物房 书房 游戏机室 什么都可以的 那我们看一看主人房 这个主人房其实中规中矩的 这些双眼皮都做给你的 那长到时胶庫 当然是雨胶七 那摆一张米八三边落床都可以 但是我就略言 如果三边落床 就是衣柜又可能没有威霸 那我建议拍起来一点 或者令到飘窗 那这边可以做一排衣柜的 那其实两房的间隔 就不用多介绍的了 那露台 看看露台 其实露台也不小 一点都不小的 这边差不多有米六 那这边都比较阔落的 可以看到那就是平地公园来的 平地公园 免费开放的 那这边就是个低碳城来的 很多企业已经进住了 虽然我看附近都是 但是农民楼有些少 配套是差一点的 说真的 真的差一点 那很无奈 那价钱底 27万首期 总价是136万 但是记住要40楼 或者40楼以上的 这个总层构是50楼的 就是41 42 43 44 如果有货都可以减 136万 无法无法 27万的首期 是了 那接着下来 看第二个户型 84方的三房 两厅两位 那接着第二个户型 84方的三房两厅两位 那我们首先看一看 刚才忘记了介绍 这栋门其实都很实际的 一点都不合乎 但是好像不是密码锁来的 不过不要紧 如果要换密码锁 都是几千元假的 这个U型的厨房 那84方都是 其实它开析都可以的 不会说厨房太过小 或者怎么样 这边单门雪櫃刚刚好 商门就窄一点点 那这边都是一个悬崗位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那个吊顶都做完的 做完给你 其实都可以的 三房这个厅可能去到 3米5、3米6的 3米5、3米6的 那这个户型是传统的树厅 传统的树厅 就是这里饭厅、客厅 里面三间房 还有两个洗手间的 看一看 右手边第一间房 那这边就不需要多介绍 客房其实都不小 八十几方 可以有一个飘窗 这边是全真送的 全真送 那你可以自己做书房 儿童房 自己考虑 看客厅 客厅其实都刚好 我就觉得其实又不算很逼劫的 八十四方 有一个窗的 那都是 踩干就差一点点 那这个缺点就有一个 不是做了拖门给你 可能做不到的干湿分离 这个缺点是干湿分离就未必做得到 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就小了一点 真的小了一点 那你自己考虑 是做一些什么功能的 给小朋友住 或者其他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看一看 主人 主任房 它是两个洗手间的 八十四方 如果是八十四方来说 这个洗手间真是小了一点 因为这个飘窗是不可以拖去的 那未来就算是主任房 洗澡也做不到干湿分离 这个是缺点来的 真是缺点 那因为它八十四方 三房两次其实都 就是说句不要听 要求就不要那么多 还有它的总价都是一百六十五万 四十楼以上 主任房这边就非常富乐的 三边下床 这边做衣柜 彩光棉都非常英俊的 彩光棉 八十四方三房两厅两位 总价是四十楼以上 总价一百六十五万 一百六十五万 有地铁有商业 还有深圳楼虽然是偏了一点 但是有了深圳两个字 怎样都值钱一点 首期三十三万就可以上会了 两成 另外那八成就按揭 如果你做三十年按揭 只是五千八百多元 五千多元可以供一层深圳楼 三房 刚才我们看的六十九方 如果你是给二十七万首期 另外八成上会 贷款是一百多万的 三十年是四字头 四千多元 你想一想 如果你买惠州临心片区 这个单价是贵了差不多一倍的 但是如果说月供差不多 月供只是四千多元而已 我们接着还有一只户型的 八十九坪 八十九坪都是和八十四坪差不多 都是三房两厅两位 我们就过去看看 我顺便说一说我对这个楼盆的看法 我总结了有一些缺点的瑕疵 看看你会否接受 我们现在去八十九坪的单位 我们现在来到八十九方第三只积 这只积都是和刚才那只积是放带版 那我就介绍一下我对这个楼盘 深圳最便宜的楼盘 我讲一下自己的看法 还有我总结了几个缺点 其实优点 大家之前我已经介绍了 深圳地铁盘 虽然它是富平 是龙江线的沿线来的 但是它一个小时 都可以回到罗湖 始终是地铁盘 它附近都会有一些商场 都会有一些商场 商业体在那裡 绝对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 那我总结了缺点如下 这个楼盘是容积率 是八点二 四栋七火的设计 居住人口的密度是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比较影响你后期居住的舒适度 因为它超高层五十层那么高 所以这个缺点是避免不了的 第二呢车位呢其实它都 车位配比呢都不是很充足的 配比是一点零点七四的 可以说是不是很够 那么缺点三呢 其实附近的教育呢 环境是一般般的 它这个缺点就没有名校加持 没有名校加持呢 即是未来呢 可能会影响你二手市场的转让 即是没有名校加持 只能够读一些普通的学校 那缺点四呢 就周围的工厂呢 城中村呢 比较多的 那居住的环境呢 其实在外面呢 就比较一般般 但是这是给我的感受呢 舒适性呢 即是在这个片区 舒适性是一般般的 那都要讲到深圳平地 未来的五年十年的发展 看下你看不看好这个片区的发展呢 那最后的缺点 第五点呢 虽然这个单位 即是四梯七复的单位 但是呢 我就发觉了呢 它虽然是名校设计 但是它是对着这个天井的 那未来你入口呢 都可能会影响这个彩光的 那以下呢 以上就是我五点 我总结的缺点 那优点我亦都之前说了 那看你会不会 对这个楼盘 深圳最便的楼盘 二十几万首期的楼盘 有没有兴趣 如果有兴趣 可以找我90889097 亦都可以理性讨论 理性讨论 那 廢话少说 那我今天都拍摄了整天的了 我就不再多说 90889097 记得找我通年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